會議黨立委江啟臣去年在新北市 成立起司民本基金會 現在被對手民建黨台中市議員 謝志忠拿來抨擊 謝志忠指出基金會 不只設置在新北市 還和建商萬盟建設相同地址 此外銅棟還有好幾間建設公司 同樣的在五樓有萬翔開發公司 那在他的樓上又有兩家公司 巨打跟造響這兩家都是建設公司 這三家公司通通名列在他 裁判申報的項目裡面 謝志忠指控莫非江啟臣 這位建商女婿毫不避諱 和建商不只是親戚關係 也不免讓人猜測 這當中有無糾纏不清的政商關係 職業的公司裡面的資金有沒有介入選戰 那甚至更重要的有沒有依法申報呢 對此江啟臣服務處的發言人回籍 成立基金會是為了推動公共教育事務 青年教育賠力等目的 從事社會公益和教育活動 關心的都是社會議題 請問哪項和建商固固定 同時也強調政治現金均為依法收受 請謝志忠勿含砂攝影 莫黑造謠 三內新聞陳品豪 台中報導